不可思议的攀登者在走峭的群衙上攀爬,高潮的地形知识使他们免于快速而危险的捧食者,但即使是如此熟练的登山者也有敌人。 大脚羊是绵羊的一种,其种群分布在北美西部,大脚羊在土西玻璃亚被称为雪山攀羊,有时甚至被归为一个物种。 熊性的体长超过1.5米,体重可达150公斤,而雌性的体型要小得多。 像许多其他有蹄类动物一样,大脚兽生活在不同的群体中。 年轻一代和成年雌性一起单独吃草,熊性则组成单身群体。 出生几天后,小羊羔就能在最陡峭的岩石上自由地移动,这得益于蹄子上特殊的软铁。 它能提供可靠的抓地力,但在很小的年纪,这样的旅行仍然是危险的。 有时,为了爬到顶峰,你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。 除了惊人的蹄子,羊还有惊人的势力。 这不仅有助于发现捕食者,还有助于评估跳跃的准确性,因为最轻微的计算失误都可能导致坠入深渊。 整个春天和夏天,绵羊吃得很多,因为为了度过冬天,它们需要大量的脂肪骨胃。 随着寒冷天气的到来,对食物的需求增加,这不仅适用于食草动物。 黄石公园狼群惯有的猎物离开了猎场,所以在冬天公羊成了密切关注的对象。 在它们领地的每一个角落巡逻时,鸟群总是能看到岩石山坡。 狼利用行之有效的策略,围堵潜在猎物,切断所有逃跑路线。 一方面是致命的掠食者,另一方面是深渊。 但动物们不会浪费时间,当狼在等待时机时,公羊正试图占据更有力的位置。 然而,避免这种悲惨命运的唯一方法就是逃离。 狼缩短的距离,但积雪覆盖的山坡并不是追逐的最佳地点。 在岩石地形上奔跑,对公羊来说是一件常见的事情,即使速度较慢,也能设法摆脱捕食者。 在这里,它很自在,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多少天敌,因为与狼不同,捕食者更适应山坡生活在附近,就像美洲狮。 这种大型猫科动物独自狩猎,这有它的优势。 它安排腹肌,耐心地等待,直到虚弱的、年轻的或只是心不在焉的人出现在附近。 大脚龄是山坡小道的行家,即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,他们也能很容易地找到撤退的方法。 但他们闪电般的反应和有力的腿,让他们在几次跳跃中就超过了受害者。 在障碍赛跑中,宽大的脚和座维多的长尾巴是极大的方式,而工医的爪子和巨大的天涯,可以让你快速完成狩猎。 幸运的是,并不是所有的美洲狮都喜欢吃羊肉,但有些美洲狮的饮食几乎全是大小兽。 这有时会对狮群造成重大损害,无论如何,更多的大兽死于雪崩和落石。 随着秋天的到来,洛基山外成为动物王国最壮观的冲突之一。 在这个时候,公羊和母羊会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,长着巨大脚的公羊,会为争夺山之王的权力而进行真正的决斗。 男性在三岁时性成熟,但此时他们还不够强壮,通常只有在他们六岁时才会发生第一次决斗。 在战斗开始前,对手们要对对方进行长时间的评估,总长度超过一米的公羊脚可以达到13公斤的质量,这相当于身体中所有其他骨骼的质量。 他并非没有挑衅,有时煽动者用舌头和脚来逃弄对手,使局势升温到极限,似乎受到冒犯的雄性会不战而退,但这只是增加了分散的距离。 有力的后腿不仅能让他快速移动,还能把身体抬出地面,将冲击力提高到极限。 以3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碰撞,足以立即杀死一个人。 幸运的是,脚靠在特别结实的双层头骨上,加上厚厚的皮肤和强壮的颈部肌肉,提供了很好的缓冲。 战斗可能在几拳之后就结束了,但有时战斗会持续几个小时,并伴随着沿着陡峭的悬崖移动。 尽管有可怕的打击,声音传到一公里外,但战斗很少以悲剧告终,筋疲力尽的公羊迟早会承认失败。 大脚兽壮观的鸡脚不仅成为了生存的工具,也是它们几乎完全消失的原因,因为这样的头饰是许多猎人梦寐以前的照片。 如果200年前,绵羊的数量估计为200万只,那么到20世纪初,只剩下不到1万只。 此外,在畜群中生活也不是没有缺点,主要是疾病的迅速传播,尤其危险的是肺炎,有时会导致90%的象群死亡。 国家公园和保护项目的建立帮助保护了它们的数量。 如今,这些神奇的有题类动物的数量正在逐渐增加。 在明镜需要的金属码,尤其是包装的方法。 自然而言,这些神奇的有题,我们可能需要的灯水。 那些人,我们就给他人家的建立帮助保护。 在这些神奇的地图上,我可以做到会论者。 你们会参加自己的东西。 这些人尤其是最低的动物。 这些人,我们有些人资料和保护顺炎。 等于这些人,找到货帮。 你会参加自己的第二天。 你会参加自己的钱。 你会参加自己的参加自己的参加。 我用不如达顶布。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